鹿樹沒生病卻溢倒的原因 在於給樹生長的空間太小 像中無患子樹苗 植屑就必須是原本樹苗土球的兩倍寬 樹跟樹之間也必須拉開距離 但台灣普遍只給樹1到1.5公尺的空間 導致樹木的根系抓地力不足 鳳木隨便一攤就是10公尺 那你一個5公尺的空間 讓鳳凰木來講是遠遠不足的 龍樹也是一樣5公尺都不夠用 大樹卻種進小小的單一植屑中不是特例 全台每個縣市都犯了這個基本錯誤 對比國際作法 在日本取得樹醫師執照的詹鳳春 觀察日本行道樹都種在綠帶上 也就是規劃大約6米長的空間 只種兩棵樹 好處是兩樹間的根系互相牽絆 颱風來也不容易傾倒 反觀台灣植屑太小 種法錯誤 連樹種挑選 也沒因地質疑 即便是台東陸野的人氣景點 也逃不過盾頭命運 原本的綠樹成蔭 全被粗暴修剪成木莊 樹為土地降溫 減少太陽曝曬 卻總被無情回報 像我們現在看到這些樹 都會因為捷運工程而變所謂的移植 像這棵樹就有一個紅點 樹身上代表要被移植的紅點 儘管已經斑駁 卻無法改變樹命 圖城居民從沒想過 陪著他們長大的樹群 會從身邊消失 而且一次就是100多棵樹 只因捷運萬大縣 要把LG11站蓋進公園裡 最早規劃 捷運規劃是在京城路上面 它彎進公園這一件事情 我們完全居民都完全不知道 等到我們知道之後 他們都已經設計好 無法改變 希望讓樹能原地保留 居民組自救會為樹起命 就怕官方說好聽的移植 卻是要了樹的命 捷運土城機場 兩年前接受萬大縣日期工程沿線 共83棵行道樹移植 未來京城公園的樹 也會移到這裡 根據台北市捷運局統計 截至今年8月 土城機場有24棵樹枯死 逛這一區 樹死亡率就將近三成 檢討原因是移植過程 無法保留樹完整根球 以及土城機場的坡地 排水不了 我們是覺得它是樹木粉掌 長期關注樹木保護的潘漢江 點出現實殘酷 一般的陸樹行道樹 有機會移植或許還有一線生機 但大部分是過不了安全評估這一關 直接被判 砍除死刑 比如說被車輛撞擊的風險 就列為關鍵因子就扣10分 就是所有的行道樹都會符合被車輛撞擊 光這項標準 全台行道樹重的位置都有被車撞到的風險 恐怕全都不合格 其他項是樹修剪後 傷口無法癒合造成腐朽 這類的關鍵因子只要達到3個 或扣分超過40分 就會被列為高風險樹木移除 地方政府寧願砍除也不給移植的機會 背後的另一關鍵是沒有幫樹搬家的預算 這是台北市文化局列寶的老榮樹 編號1900 光是從樹所在的杭州南路 移到一公里外的華山文創園區 就花費了上百萬元 國西整個移植費用 一半都花在租吊車機具 前置作業、幫樹斷根等等的人力費用 約佔2到3成 剩下的一成左右是移植後的長期養護 每次移植都是大工程 導致願意搬樹的建商、開發商不多 連地方政府都帶頭砍移樹預算 移植一棵這麼大的樹 我看過最低的的預算是1000塊 1000塊大概沒辦法做什麼 大概什麼事都沒辦法做 連斷根都不行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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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植養護的預算落差大 原來是台灣的樹管理多頭馬車 在私有地的樹完全不列管 有些里長或社區礙於經費不足 只能用少少的錢一次減好減滿 往往修成了斷頭樹 在公有地例如公園或道路上的行道樹 由縣市政府負責 因為屬於公共設施 當道路要拓寬或有危害 用路人安全疑慮時 大多不會花錢移植 而是直接移除 除非樹齡50年以上 或樹胸圍2.5公尺以上 或具有生態、人文歷史等 代表性的樹木 才有機會列為受保護樹 由縣市政府文化局或農業局管理 但所謂的受保護 也無法讓老樹擁抱安康 台北木炸的老樹 面臨的周邊建案開罰威脅 當地居民王小姐 自費找專家 探測住家附近50年以上的老樹 抓地利 這才驚覺 樹根深度僅僅30公分 經不起周邊工地 頻繁施工振鬥 根不深嗎 對 就是比較淺 根據台北市規定 受保護樹的樹冠水平投影面積 外圍3公尺 到樹幹之間 是受保護的範圍 像這棵老芒果樹 一邊的建商有遵守 但另一邊即將動工的建商 送進樹寶幹事會的計劃書 卻是要距離樹冠僅僅64公分的地方開挖 那你如果容許它在旁邊 這麼近的打樁 樹是一定會倒的 為何建商可以違反規定 對老樹近距離開挖 我們詢問主管機關 台北市文化局 不會讓它在64公分 因為根性影響非常大 那64公分一定會掛掉 文化局也清楚 64公分的距離開挖 對老樹有害 但就在受保這天 受保幹事會 針對建商的計劃案 卻照樣通過申請 儘管有附帶條件 要求建商必須跟居民加強溝通 但老樹因為施工不慎死亡 地方政府最高只開罰10萬元 對比動責百萬元的移植費用 發錢了事更省成本 它可以透過這樣一個合法的罰款的現狀 達到讓樹消滅的目的 明明是受保樹卻不受保護 問題出在中央的森林法到地方的法規 對於受保樹 儘管都建議以原地保留為原則 但如果阻礙到建案開發 建商提交計劃給地方主管機關審核 還是可以移植 如果老樹生病 經由樹保專家 現刊確認後就能解冰移除 也因此中央主管機關農業部林保署 決定為全台3000克的受保樹全面建檢 卻願老樹健康無餘 就以原地保留為主 建檢結果最快明年就會放上網 他們說這個樹是神病的 到時候是以你們的為準 還是以建商提供給地方政府的為準 發生的時候的為準 那除了地方政府可以找專家去做double check之外 我們都可以一起請他們協助來做一個 比較公正的鑑定這樣 你看這支也是有問題 可是我們一定要把它切到底 對啊 因為我們也知道它有問題 可是我們可以定期用觀察 言下之意 老樹健康的健檢報告 也非絕對的保命符 儘管老樹砍了 有所謂的補植措施 但心中的樹 根系還在發育 沒種好有青島公安問題 就要為城市有效降溫 樹木更需加油一勞 如有一寶 你其實是直接被樹幹點砸中 這棵露樹壓死了一名油財 沒有颱風 露樹卻突然倒下 是意外還是人禍 想要砍一下喔 好加油 樹頭被連根拔起 這才發現原來露樹種錯了 那這個土基本上狀況都還不錯 位置很小 就建立你樹不要跳大顆的 長年尊嚴正確植樹方法 農業部臨事所嘉義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員 蔡錦珠 就除露樹沒生病卻溢倒的原因 在於給樹生長的空間太小 像種無患子樹苗 直屑就必須是原本樹苗土球的兩倍寬 樹跟樹之間也必須拉開距離 但台灣普遍只給樹1到1.5公尺的空間 導致樹木的根系抓地力不足 放木隨便一攤就是10公尺 那你一個5公尺的那個空間 讓鳳凰木來講是遠遠不足的 榮樹也是一樣5公尺都不夠用 大樹卻種進小角的單一直屑中 不是特例 全台每個縣市都犯了這個基本錯誤 對比國際做法 在日本取得樹醫師執照的詹鳳春 觀察日本行道樹都種在綠帶上 也就是規劃大約6米長的空間 只種兩棵樹 好處是兩樹間的根系互相牽絆 台風來也不容易傾倒 反觀台灣直屑太小 種法錯誤 連樹種挑選也沒因地質疑 盤點適合露樹的樹種 毛式遮印效果好又耐風 常被種來當防風鈴 就很適合種在意有強風的路段 麵包樹外闊型的樹罐 能為地面遮陽降低溫度 但露樹再怎麼出狀 還是常用人破 驟然倒下 來 像這個 就是典型的意思 就是以前的割草雞的傷口 就是這樣割到 就是割你的 小割的時候就是一個傷口 然後後來它就慢慢爛 割草雞造成的傷口癒合不了 慢慢爛成大洞 等到樹幹撐不住樹罐 就會傾倒 菜井豬建議 樹木周圍30公分內 都要避免使用除草雞 改為人工拔草 才不會把樹割傷 因為傷口越大 樹就容易爛 這也是為什麼 在修剪時 會讓切口越小越好 像這棵茄冬樹 每次修剪 都盡可能讓切面靠近主枝條 這樣形成的傷口相對小 雨水比較不會蓄積 剩進樹幹造成腐朽 會造成它的傷口不容易癒合 然後就會造成傷口擴大 然後進而就會有樹洞產生 那樹洞產生可能就會有一些 像病蟲害的東西 就會從這地方侵入它的枝幹內部 官方養護有一定的SOP 但台北市光行道樹 就有九萬三千多棵 其他還有公園合體的樹等等 數量龐大 不是每棵樹 年年都有機會被關照 我們檢視台北市的養護預算 每年每棵樹 大約只有一千三百多元 這金額買不到十個雞腿便當 卻必須包辦每個月一次的巡查 以及修剪等等日常養護 因為樹佔的太多了 沒有一個縣市政府趁得起 照顧這麼多樹 因為樹在每個縣都是幾十萬棵幾十萬棵 那一棵如果 用剛才講過一千塊 預算就是一億 全台灣是以不編為原則 有問題才編 所謂有問題才編預算 可能是某條路有樹傾倒 才會以專案的方式 見減這條路上的所有樹 不只養護經費有限 就連專業的修剪技術人員也很缺 目前六都都規定 要上述修剪 必須考試取得證明 就減受傷了 它癒合不了 就變成一個大洞 五個小時的教育訓練 從樹木健康講到正確的修剪技巧 最後還要實際上述考試 通過了才能領到這張證明 沒有這張就不能從事修剪工作 但現階段都有各縣市政府 委託民間的原意警官工會成辦 礙於訓練量能有限 加上領有證明的救生 每三年要回訓換證 經常排擠到新生名額 擁有多年經驗的救生 即便修剪技術了得 也可能因為三年一次的患證患不到 不能再上述修剪 但這還不是樹木養護唯一面臨的瓶頸 這裡是嘉義的觸口自然環境教育中心 過去曾是農業部設置的樹木銀行之一 正在接收七棵故宮南院移植過來的樹 以及兩棵從山老鼠手中搶救回來的 百年斜東樹後 就無法再接任何樹木移植 因為目前樹木銀行的腹地已經飽和了 所以現在樹木銀行 它已經轉型跟出口自然教育中心結合 那作為一個環境教育的場域 全台能夠移植的場域不足 讓過去忽視安全島 人行道空間有重挫的路樹 即便樹形高大健康 面臨有公安疑慮時也無處可去 這些樹常常被冠上生病的罪名直接砍除 昔日人為誤判種錯了樹 如今也不給樹活命的機會 無疑是給期待降溫的城市火上添油